哈囉,大家好,我是玉璐姐 現在我在山東青島 你看後面這個爐包 其實在山東這個地方呢 大街小巷都有賣這種爐包的店 哎呦,行不行啊 哎呦,漂亮啊 大家好,我是玉璐 我已經從青島回來了 看了剛才的影片 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爐包 在青島、山東 大街小巷 你都會看到很多這種賣爐包的店 我第一次看到爐包 我心裡想著說 這是不是鋁肉做的包子 其實不是 很多人覺得爐包就是水煎包 但是事實上爐包跟水煎包 在它的調料上面 還有包法上面還是有一些差異 接著就來看怎麼做 第一個步驟現在練蔥油 這個蔥已經洗乾淨了 鍋子裡面我放的這個是植物油 先多放一些沒關係 因為這個蔥油一次可以多煉一些 那到時候你沒用完的蔥油 你平常在拌麵的時候 這些其實都可以拿來用 中火 蓋子可以把它蓋起來 因為有時候蔥裡面會有水 這樣它才不會爆 它有五分鐘了 很香耶 很香 就是要煸到蔥已經變成這種 咖啡色 這樣香氣才會出來 那我們只要留這個油就可以了 這個油就先把它倒出來放涼備用 今天要做的是豬肉韭菜餡 蘆包是要吃得到肉塊的 所以對豬肉的要求就會比較高 今天我們用的這一塊是梅花肉 大家可以看一下 梅花肉它的筋跟它的肉 它是有條紋的 所以吃起來的話它會比較Q彈 你看到時候等一下把它切成像這樣子 一公分的大小 但是這樣子的話會太瘦 所以我們還要再加一些肥油 肥油的話我們就把它切成像這樣小丁 等一下就把它全部都混在一起 瘦肉跟油的比例大概就是7比3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口感去調整 全部都已經切成肉丁了 還有這些肥肉 這樣子我們現在來加調味料 這個是醬油 再加一些蠔油 這個是老抽 就是讓它顏色比較深一點點 如果沒有的話不加也沒有關係 這是鹽 還有一點味精 好這些我們就先把它抓在一起 不要用那種筷子啊在那邊打餡料 因為你那樣子打的話 它其實味道吃不到肉裡面去 用大一點的盆子會比較好攪 你就先這樣子把它攪一攪抓一抓 這個是水 上面這個蔥跟薑切片以後 先這樣子抓 把薑還有蔥的味道先加到水裡面來 這個水我們就一點一點慢慢加進來 肉餡要打一些水 這樣吃的時候 它才不會太乾 就這樣 順一個方向我們就這樣子攪 把它抓一抓 現在水都吃到肉裡面了 就再加 慢慢加 現在我們就把這個 蔥跟薑也把它進來 水前前後後大概打了 大概有50克的水 這個蔥薑進來以後再把它抓一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裡面 先把它放一個小時 讓它的肉入味 再來做麵皮 這個是中肌麵粉 這邊有300克 裡面先加一點點鹽 這是增加麵粉的延展性 再來 這個水呢 是麵粉的六成 所以這邊是300克 這邊有180克的水 這個麵皮它是比較偏濕軟的麵團 這個水裡面先加這個 砂糖 然後酵母 先把它攪一下 糖是給酵母粉吃的喔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麵皮啊 它吃起來會有一點點甜口 我覺得這樣子的水煎包的麵皮 是最好吃的 好 攪勻了之後 我把油直接加到水裡面 加了油也是讓麵皮到時候吃起來的時候 它會比較脆透 OK 這樣子全部都溶解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直接加到麵粉裡面來 好 先把它攪拌均勻 現在我們就開始下手揉麵了 戴著手套揉喔 因為我們剛才講這個是很濕軟的麵團 其實戴手套揉麵團真的很好揉 不然啊 麵粉太濕的時候 它會一直黏在你的手上 你就一直在那邊處理你的手很麻煩 我們現在只要把這乾粉把它收在一起就可以了 很快你就是把這個乾粉呢 都把它黏在一起 然後你看 才幾下而已 它是不是現在好黏喔 現在就不要再去揉它囉 因為你越揉它也是越黏而已 就很難處理 現在我們在盆底抹一點點油 上面也給它抹一點點油 其實我們做過很多次麵食啊 我都一直跟大家強調分享的就是 你不要跟麵團硬碰硬 你就是這樣隨便揉幾下就可以了 現在很醜也沒關係 你就讓它休息 把它蓋起來 然後休息15分鐘 15分鐘到了 現在把它拿出來看一下 還是一樣這樣醜醜的 先把它移到案板上 我們稍微把它揉一下 你看 是不是很光滑了 只揉了幾下而已 好 這樣整理好以後 再把它放回來 這次我們再給它放15分鐘 這時候來處理豬肉 現在這樣聞 就已經聞到很香的肉香味 把蔥跟薑先把它挑出來 這個蔥油呢 就是這個餡料的靈魂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一定要熬蔥油 我們一般在做包子水餃 都可以用這個蔥油 蔥油要多一些 這裡大約有20克的蔥油 把它用油封住 這餡料就是一定要油亮油亮的 這樣下去就香了 很香啊 然後再加一點點香油 香油大概是10克 所有的食材份量 我都會把它放在蚊子房裡面 好這樣子可以了 超香 韭菜大家在挑的時候 你要這個地方摺一下 有些很老的這個地方是硬的 我用的這個是白頭韭菜 白頭韭菜的話 吃起來沒有那麼辛辣 而且它會比較甜 那你要用那種細的那種韭菜也可以 都可以 什麼時候要包什麼時候才切韭菜 才把韭菜放進去 如果你太早就把韭菜 就是跟這個肉攪在一起 擺在冰箱等 那個韭菜就會變得很黑很難看 韭菜跟肉一定要分開喔 等一下要包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攪在一起 現在我們就來處理我們剛才的麵糰了 好了休息好了 因為這個是有放酵母的麵糰 所以你這樣聽 有一點空氣的聲音 但是我們這一次做的很簡單 我們是用一次性發酵的方式 以前我們在做水煎包的時候 我們會等這個麵糰膨脹到一倍大的時候 然後我們再來揉 這一支的話不用 我們就是做一次性發酵 就是讓它休息一下下就好了 現在它已經休息過了 我就輕輕的這樣子 不用再去揉它 我把它粉成一個長條形 上面我們把它撒一點點薄粉 好這樣子 再把它繼續把它推長 我準備來分劑質了 這樣子抓著 我們每個劑質大約要30克 可以32 比如說我們不會這樣子 就用刀子切也可以 30 好 我全部分了17個小麵劑 把它先灑一點粉 把它均勻的這樣抹上粉以後 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始擀麵皮了 沒有用到的啊 要用布把它先蓋著 不然等一下風吹吹它就乾了 面板上面灑一些乾粉 先把它壓扁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擀麵皮了 左手邊轉 然後右手擀 就這樣邊轉 就跟擀那個水餃皮一樣 只是這個會比較大一點 中間會比較厚 好 然後你們就這樣輕輕推過去 這樣它就會比較一致一點 現在要包的時候 現在才把它攪在一起 很多人都說那個韭菜一定要先用什麼油 先把它油封 這樣韭菜才不會發黑 其實啊 你只要沒有包你一直擺在那邊 它就可以給你看 所以就是要包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攪在一起就好 好 現在我們把剛才那個麵皮 把它放在手上 這個餡料我們就把它打進來 稍微把它壓一下 包爐包很簡單 以前我們在包水煎包的時候 就是要包成像包子一樣對不對 可是爐包不用 爐包它就是一個大水餃的概念 你看就是這樣子 你這一頭拉過去 這一邊 然後呢把它壓一壓 這邊也是把它稍微壓一下 它就很像我們在包水餃 好這樣大大的一個 好包好了就這樣一個 這樣就好了 好 然後呢 這個收口就把它朝下 這種一次性發酵的包子 最大的好處就是你想吃很快就可以做好了 不用像那個傳統的 你還要等它麵 那個酵母發起來還要等很久 你看這樣子 就把它擠擠擠擠 把它肉擠進去就對了 這樣擠一下用力壓一下 你看就是一個大水餃 包子已經包好了 現在調一個麵粉水 這邊是500公克的水 麵粉用35公克 把它加進來 攪勻 裡面再加一點點的油 OK 那我們現在來去煎包子囉 先加一點油 對 然後我們就把剛才的包子 把它一個一個放進來 放的時候就是要有一點點的就是距離 不要黏在一起 因為這個是發酵麵糰 它會再膨脹一點點 現在先不要加水喔 你看我現在開的火是大的 先把它煎一下 煎到它底部已經變黃才可以加水 這個是小技巧 這個底部已經焦了 上色了 這個時候我們要加麵粉水 把這個麵粉再重新攪勻一下 水就可以下來了 大概下到先包著差不多一站的位置 對 好這個時候鍋蓋就先把它蓋起來 好先大火先給它燒一下 等一下再轉小火 它的狀況就是上面的水 它會把上面的包子把它蒸熟 蒸熟以後等到水沒有了 就會剩下下面的油煎下面的皮 所以我們這個就到最後你要聽聲音 沒有聽到水聲的時候 只聽到油聲 就可以把鍋蓋打開 好了 這又漂亮欸 OK水都已經沒了 這個時候我就把它先關火了 我現在上面放一個帆子 好我們現在準備出鍋 唉唷行不行啊 唉唷漂亮啊 喔還有皮啊 讚啊 好香喔 趕快來試吃 你看 這一看皮就很薄 才三百克我們做了15個那個包紙、烏包 把它撥開看一下 сто 超酷的啦 皮薄餡多 肉大快 超香的 我含肉汁啊 好好吃喔 它下面底部是脆脆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 那個肉塊是很有嚼勁 而且你吃得到肉香味 你看這樣子包出來 這個餅皮它會吸肉汁 所以我們在調餡料的時候 要比平常還要再鹹一點點 所以這個餅皮也是超好吃的 嗯 韭菜也是綠的 大家試做看看 真的超好吃的 尤其你不會包包子的話 就是包乳包就對了 還有很多朋友會問說 可不可以像這樣做很多 要放冰凍庫 其實我真的很建議 這種東西你要吃多少你就做多少 你一次做了很多 你再放到冰凍庫 然後再拿出來加熱 其實我覺得味道很多完全不一樣了 試做看看真的超好吃的 這是這次山東新學回來的 跟大家分享 那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們下期見 掰掰